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 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两国的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仅仅只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 俄罗斯也将支持中国担任2024至2025年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普京还提到今年前六个月 与中国的相互贸易呈现积极态势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与习近平还讨论乌克兰问题 双方一致认为 没有俄罗斯参与的任何形式的和平谈判 都徒劳无功